最後我們來看一個 履約保證 我們從這個題目來看他 105年台大的這個題目他提到 賈營造公司在83年4月1號用總價3億承保儀的工程 就他應該交付給儀的履約保證金3000萬呢 他委託丙去出具履約保證書 可是保證書裡面約定說假如果沒有依照公倫合約書的規定履行合約的時候 只要經過儀的書面通知到達10日內 並就在這個保證金額內全部或除了已經退然後還有剩下的部分 撥交給儀絕對不會推違拖延 儀可以自行處理該款沒有必要經過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 銀行絕無意義而且放棄簽出抗辯權 後來假果然發生了沒有繼續進場施工的情況 那儀呢就去跟丙 書面通知要求他付3000萬 他問你說 如果以終止契約之後 重新發包沒有完工的部分給第三人施作 而且還因此可能節省了錢 根本沒有受損害的情況底下 丙可不可以去主張說你根本沒有受損害 所以我不用付你錢 或者你的損害沒有那麼多所以我要求要減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丙給完3000萬給以之後 怎麼樣跟假去做求償 假能夠主張 其實以沒有損害 所以 根本不應該付那個3000萬 然後拒絕付款 這個是 實務上非常非常常見的 履約保證的一個 約定 那本題他們彼此之間的法律關係就是 假 這裡有一個承攬契約 然後丙 這是銀行 他出具了一個履約保證 那保證書的內容就他們裡面一樣 假跟丙這邊 他就是委託 丙 出具 履約保證 首先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做履約保證 然後他們裡面的這個 條款的約定叫做立即照付條款 因為他裡面有提到說 本行經理書面請求之後會在10日內 照付 我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他們叫他叫立即照付條款 這種履約保證的立即照付呢 是在工程實務上面非常非常常見的 因為 今天 定做人跟承攬人 去締結這個承攬契約 那如果是工程契約 可能很多時候是很大的工程 特別是公共工程底下 那 定做人就會想要有一個確實的 擔保 這種確實擔保有可能是 叫你 先拿一筆錢給我 放在我這裡 那也有可能是 你呢 不然就拿其他的土地 房子 來設定抵押權給我 讓我到時候 如果你有在或不履行的情況的時候呢 我看我是要重新找人發包 然後可能會增加那個 價金 或者 我因為你的不履行 受什麼樣的損害 我就可以直接去就那個擔保護作 做取償 可是問題就在於 很多時候承攬人手上沒有那麼多的 現金 或者沒有那麼多的資產 可以去設定這種擔保 所以 他們就想出一種變通的方式是 他跑去跟銀行講說 你幫我出具這個 預約保證書給你 那因為他是銀行 什麼不多 多的就是錢嘛 對不對 所以 以通常就會 滿足 還會滿意 因為 銀行已經寫了啊 到時候我們 如果發生在或不履行的情勢 只要我書面通知他 他就會付錢給我 所以 看起來應該是非常有保障的 對不對 因此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通常就會OK 那就這樣 那就這樣 他收下那個 旅約保證書之後就會這樣 好 所以 在這種約定底下 銀行當然就是依照 訂做人的書面通知 他就應該要付錢 他就應該要付錢 好 那 訂做人滿意了 成果人就不用去找 很多很多的錢來 交給訂做人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開工 這是很OK的 但是 有問題的地方 往往在於 到時候 真的 這個地方 產生在或不履行 你就跑來跟丙 主張說 ㄟ 依照那個 理由保證你要付錢 那 丙就會說 很多理由 丙就開始講非常多理由 他就會講說 你這邊你又沒有什麼損害 你要付錢 很奇怪 那我們容不容許丙這樣講 我們容不容許丙這樣講的關鍵其實在於 儀秉之間的這個理由保證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把它解為是一個普通的保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在普通保證底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742條規定 在普通保證底下我本來就是擔保 主債務人對於債權人的債務 所以 主債務人 源於原本的主債務一切抗辯 保證人都可以去主張 所以假如你把它理解為是一般的保證 那麼 銀行當然可以去說 你在這個契約底下 所受到的損害 根本沒有那麼多 我不需要去付 甚至以本題而言 他根本沒有受到損害 當他沒有受到損害的時候 他不能對他主張損害賠償 那當然 他就可以抗辯 你沒有損害我不用賠償 他也可以主張他對他的抗辯 你知道我們拿742條 對不對 這是第一種定性 假如你把它定性為保證契約 可是 假如你把他們的這個 履約保證的約款 再仔細的看清楚 你就會發現 好像不太是保證契約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履約保證底下 銀行已經答應了 他已經承諾了說 只要到時候 然後有債務不履行情勢 你通知我 我就會付錢 他有沒有去提到任何關於 原本那個主債務 到底銀行有沒有受 定做有沒有受損害 等等的問題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對不對 所以 有一些最好法院的見解 就把這個銀行出具的履約保證 還有立即照付 他認為說 這其實是一個 源於你們之間的履約保證 而來的 付款承諾 或者 獨立的擔保 不管是獨立的擔保 或者是付款的承� 他都是直接源於 這一個履約保證的約定 導致銀行必須要付錢 他跟主債務彼此之間就脫離了 就脫離了 他就沒有關係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不管主債務裡面到底 定做人是不是受有損害 銀行都應該要因為 債權人的請求 而付錢 因為這是你在那張保證書裡面所說的啊 你所承諾的就是這個樣子 因此 第一題的關鍵其實就在於 你到底要把它定性為是保證 還是把它定性為是一個付款承諾 或擔保契約 以本題的原因事實 本題的原因案件是102年台上584號判決 一個非常有名的案子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案子 最好法院呢 把這個 定性為是一個 一個擔保的承諾 是一個擔保的承諾 所以當他是一個擔保的承諾的時候 銀行其實沒有辦法去主張 這一個原因關係底下的 抗辯說 這裡你沒有受有損害 所以我不用付錢 不行 他沒有辦法這樣主張 這是這一個在職關係 這是這一個在職關係 你們兩個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互不干涉 當你解釋為是擔保承諾的時候 OK 當你解釋為是擔保承諾的時候 第一個 銀行不能做這樣子的抗辯 第二個 秉級付完給以之後 怎麼樣跟賈求償 他跟賈求償 其實當然就是基於他跟賈之間的這個原因關係 當初是你找我來出去這個旅約保證的 而且這個旅約保證的內容講的是什麼 只要定做人請求 我就付錢 所以 定做人請求我就付錢 你要我做的事情是這樣 你有跟我講說我要看定做人有沒有受有損害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那現在你如何能夠對我主張 由於定做人沒有受有損害 所以我根本不應該付錢 那因此我不能夠跟你要錢 沒這回事啊 你當初要我做的事情不是這樣喔 你當初要我做的事情是 他來跟我要錢 我就付錢喔 所以這個時候我付完錢了 我當然可以回過頭來依照我跟你之間 這個什麼 違認契約嘛 跟你要錢 如果他真的沒有受有損害 那是你跟他之間的事情 你再回過頭去找他要 跟我沒有關係 OK 所以 在關號2的地方 賈應該是不能夠這樣主張的 因為當初 賈去違認丙所處理的失誤 他的內容就是 擔保照付 就是擔保照付 不用去審究到底定做人是不是受有損害 OK 那我們看到後面 102年台上584號判決 102年台上584號判決 他就提到 擔保契約是當事人約定在 擔保事項發生或不發生的時候呢 一方對於他方為一定給付的一個契約 性質效力都依照當事人的約定內容定之 非常確實 只要為他有機會